全國多個地方大同武器巡遊 向敵對武裝分子展示實力 大約2萬個持槍民兵和什葉派教士 星期六響應號召 在首都巴格達的薩德爾城列隊暴躁 並展示火箭炮等武器 表明抵抗信尼派武裝分子進逼的決心 南部的阿馬拉、巴士拉 以及北部的基爾富克 也都有類似的巡遊 發起巡遊的激進十業派領袖 薩德爾領導的武裝組織 邁克迪軍也有參與 他呼籲不同教派團結 協助政府軍對抗武裝分子 較早前 十業派精神領袖西斯塔尼 也敦促總理馬利基 盡快籌早獲廣泛支持的政府 政府軍和武裝分子 在國內各省的戰鬥仍然未停止 原本已被政府軍奪回控制權 位於西部安巴爾省邊境的加伊姆市 星期六被武裝分子重新攻佔 他們之後也攻入鄰近的拉屋市 當地軍警據報已經棄市逃走 市內的政府大樓也被全面佔據 雙方連日交火導致國內多區燃油短缺 不少司機連日在油站外輪候入油 國防部也發放片段 顯示伊拉克最大煉油廠所在地的拜伊吉 已經變成政府軍和武裝分子的戰場 軍方發言人說 政府軍連日進攻拜伊吉 已經修復大部分地區 但也有報導指 武裝分子仍然控制煉油廠的多處 美國輔助李國務卿麥格克 就與伊拉克臨時國防部長會面 關注伊拉克局勢 有美國軍員說 國務卿克里之後也會到伊拉克滑船 但就沒有透露確實的日期 無線電視記者鄧宇媛報導 巴西執政黨政策